我不想上学,我来变成地瓜长在树上,老师就找不到我了。 那我变成一棵白菜,老师肯定不能发现。 我来变成一只七星瓢虫。 我要变成一棵小草。 强公主,你快点,老师马上要来了,你如果被发现了可就惨了。 完了完了,我变错了,我本来想变成一只天鹅的,结果变成了一头牛。 教室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,这帮小崽子又想逃课。 我的天啊,地瓜竟然长树上去了,是在考验我的智商吗? 这竟然还有一棵大白菜,当学校是菜地了吗? 看我不打它。 牛都跑学校门口来了,这帮熊孩子,太没常识了。 站住,还有两个同学去哪了? 老师,你别问我,问我我也不会说的。 你还挺讲义气,这样吧,你如果告诉老师,老师就在下边小车车买一个发光蝴蝶翅膀奖励你,它可好看了,在夜间闪闪发光,多彩变色,里面带有悦耳的音乐,按下开关,翅膀就能翩翩起舞,加宽的背带轻量化设计,背上漂亮的电动翅膀,秒变小精灵。 哇塞,老师,没想到下边小车车就卖啊,我好喜欢这个发光蝴蝶翅膀啊,公园里很多小朋友都背着它,我要我要,我告诉你,它们变成了七星瓢虫还有小草。 哼,强公主,你竟然背叛我们,我们不跟你玩了。